中午刚解散都约晚上了 多开心 每次盘回面 评论区里面都会提到宴渠 今天满足你们宴渠老回面 人多自己吃的人 人多到什么程度 那俩菜都排队 排了快要是什么 说在宴渠外面 玩这么大的棚 吃沙子 没有点肉菜 是因为他们家的肉吃饭 太强了 看着不太好看 你们有吃过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他们家特色 猪蹄跟鲁大肠味怎么样 花生 它凉菜贵是个冰贵 花生没什么味道 也不用说它入味不入味 虚竹 十桌八桌都点了 烤过香料的红油 烤的红油沫很重 混烂 腿口有一丝甜 薄薄干 它是他们家自己做的 还是卖的 从这个甜的程度来说 有可能是人家自己做的 看家两三千块 我这个腐竹确实可以 就是腐竹发的稍微 有点欠 再烧发软一点就好了 外面 点的是拌面拌菜 肉先尝尝 它的肉直接滷好了 不是那种白肉 香辣味不是那么重 这个红烧口可以 但是香味感吃上就跟肉味 像是牛肉 不是羊肉 香菜菜 在前章 在那边 放着有咖喱 但是看咖喱 看出来的东西 冬树微乳打色 先吃点 肉口鲜汁还带味 羊肉汤给牛肉块 嗯 没有什么香药味 平鲜平鲜 肉汤味很微酷 但是鲜味很高 你们能看到 它面上沾的有咖喱粉 就是说它这碗面 不是会面那种 单锅会的 还是大锅煮 煮完之后 葱汤 上废 这是人多 还是啥意思 这面煮的 就弄弄的 而且面和的 本来就比较短 咖喱的 就算了 人多的 等多的时间 是手工会面 但是这个面 我那不太快 中午 刚 解散 都约晚上了 多开心 红猪粉条 精华软铲 海带薄脆 它的千张特别的好 豆浆味 出品 你嚼起来 它本来就厚 会有那种 筋筋的感觉 它这先晒酷炸吧 没有炸过了 我没想到 吃碗灰面 千张丝粉出菜 肉 菜 都很好吃 汤也不错 人去 三十次